媽媽媽媽 醬汁喔 醬汁喔 好吃嗎 好吃啊 他很傲嬌欸 去巴黎島的第一天 這是在桃園機場 最喜歡在機場玩這個 不用走路 很懶 金牛座 嗯 巴黎島的SOGO一出來 就是孤達海灘 一大片的海 還有夕陽 現在要帶大家去看 海邊 很美 超級無敵美的 第一天的話就只能先 看看海邊 然後看看夕陽 然後明天的話應該才有機會可以 下去 下去 海邊玩 完美的地方 放鬆 早安 第二天 Viva的門口 好 一整道 一整道是 樹林 這走道 滿漂亮的 巴黎島當地的市集 超級 剛剛的話已經是腦部很弱買了一件 長 豬 算是你想得到當地有名的都買得到的一個地方 海神廟的海景 好景 巴黎島第三天 今天呢要去巴黎島旁邊的一個小島 記得大家在床上 好景 到一個終極點 來看惡魔的眼淚 回家惡魔的眼淚是因為他的浪會打得很高 這個估計 會打個三層樓高吧 前面的浪的話都一直打上來 很漂亮 現在的話 剛剛有逛了一下另一個小島 這個島的話其實是回到巴黎島的本島 只是這個行程是玩水的 然後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海洋 剛剛就在這片海域 玩香蕉船 甜甜圈 海底漫步 還有浮潛 不管多近的地方都有魚 非常非常多的熱帶魚 超可愛的 平常不太喜歡玩水 我很不喜歡玩水 但是今天不一樣 今天香蕉船 天津圈全部都玩了 就是盡可能能玩都玩 很開心的一天 今天應該會很好睡 第三天的行程非常值得 超美的一萬五季 超正點 而且天氣超級無敵好 Bird Bomb那一種 已經從海邊回來了 現在到的位置是 第三天晚上的飯店 今天還有明天晚上都會住在這邊 一進來很奢華 很漂亮 再帶大家參觀 參觀 雖然不太知道這間飯店叫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 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 就是到哪就跟著去就對了 所以要給大家看一下這邊長怎樣 下一個酒吧 不喝酒的我 才踏進了酒吧 所以呢 有奶不喝酒 不喝酒 不喝酒 我才能現場超嗨的 超好玩 而且店員都超嗨 而且剛剛有的店員一直以為 我們是日本人 然後一直跟我說台灣人 台灣人 然後後來知道是台灣之後 他就說我愛你 超可愛 你看 剛剛這個店員送了我 玫瑰戒指 超可愛的 用吸管折的喔 現在來看看他要做什麼 還有紙巾又折出了另一朵玫瑰花 第四天 第四天 巴黎島第四天 今天早餐的話 不然就在那個那個 那個餐廳吃 然後吃完之後就出發 要去看溫度 八四歲的爺爺 他不要吃 阿萌萌萌萌萌萌 這樣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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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啊 他很傲嬌欸 阿萌萌萌 阿萌萌 你一隻貴寶寶來了 阿萌萌 阿萌萌 啾啾啾啾 阿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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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弄了一堆負名的透明液體 很不舒服 冷氣直吹 快要感冒 然後好險後面泡了熱水澡 感覺比較好一點 頭比較不痛了 然後接著就吃飯 來峇里島就是睡醒吃 吃飽我就睡 這行程很不錯 跟雞牛做的我很搭 然後現在吃飯的地方的話是在睡上 讓你們看看 然後坐的地方的話是需要脫鞋子的 最後一天 已經是下午快3點的時間點 4點多的飛機 所以已經在機場等了 又到了免稅商店的地方 好 沒有要買東西 昨天晚上的時候大吐特吐 昨天吃完晚餐之後還好 但是回到飯店就開始覺得不對勁 我覺得一方面的關係是昨天晚上的按摩 去角質按摩有吹到冷風 所以覺得身體不適 而且那個風一吹完就知道晚上死定了 要嘛發燒要嘛就是身體會不舒服 結果果然中標 然後一整個不對勁 所以到一兩點寫完早之後才好好躺下來睡 一覺到天明 但是早上起來其實還是有點不太舒服 但好險就是第五天上飛機前肚子已經 耗了很多了 希望能能搭飛機的時候不要暈機了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很開心 五天來到巴黎島玩是一個Happy Ending 中間有點小波折但沒有什麼大礙 起碼不用去看醫生 好啦 那我們下次的Vlog再見囉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記得訂閱我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第一手的資訊喔 掰掰唷 Southern潮流 你的粉絲 你乾多一點 看見見 你這樣做嗎